宁哥很少爱吃水果 其实都是很少爱吃水果 然后那天也是进那个店里 进那个店里买那个 我就看那个店里有一盒樱桃 就是一种樱桃嘛 那个盒多大呢 那个盒就是比这个 苹果手机这个大小有限 比这个大小有限 比这个再大一点 比再大个 大个这么些吧 大个这么些一盒樱桃 那个樱桃是白樱桃白色的 就那种 以前我们吃那种红的是车离子 然后但是这种是个白色樱桃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 于是乎我就买一盒樱桃吃 一结账的时候 大概就这么一小盒樱桃 300多 我当时白樱桃对啊 好像叫奶油樱桃还是什么东西 我当时就一击灵 我300多这樱桃 我就看到那个人 我说没称错吧 他说没有这种就是比较珍贵 我当时想说那我就要不不要吧 这么均下来 这一盒樱桃也就30个 平均一个樱桃10块钱 我说有点太夸张了吧 这也有点 我说你家里听条件再好 也吃不起这玩意儿 10块钱一个樱桃 你这是干啥玩意儿 卖完了就是没有了 没办法 你以后再就是可能是没有季节就没有了 我当时一狠心 我说那这样吧 我西瓜不要了 你给我来喝樱桃吧 我回去尝尝有多么的好吃 所以就有的时候 因为我也很少逛水果超市 我看着水果就现在有点贵 有点变态了 有点 不是在辽宁买的 在横店 就在横店买的 就在横店买的 好吃吗 有朋友说 是真好吃 你想象朋友们 10块钱一个樱桃 你吃到嘴里 哪怕它没那么好吃 你也会觉得绝了 是真的好吃 好吃是确实是好吃 啥味儿 樱桃味儿 啥味儿 那就值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次 我行我这辈子吃一次得了 也别再吃了 你吃樱桃得带上金钱滤镜 你才觉得好像是很好吃 估计这辈子这点福分都吃樱桃了 我的天哪